接下來我們當然要關注一下 那既然有國產就有進口嗎 可是除了進口的排名之外 我們還要關心一下 以前我們不是一直在講 這個進口跟國產的死亡交叉 在12月份是不是持續有一些變化呢 是的 你看這個整個一個市場 我們在這個12月的時候 它總市場來到4萬5千輛 比起去年同期 其實沒有我們想像說 整個市場膨大 全年市場漲大了 但是在12月的時候卻縮小了 因為大家都達標了 所以在整個市場你會發現 12月的時候反而銷售量 都往下調下 稍微修一點點 修正一下 有的是沒車 有的是我調控一下 為的是為2021年的1月來做準備 所以看整個市場來看的話 4萬5千輛 而進口車部分 它來到是1萬9千輛 事實上也比去年的同期 也是小幅的掉下來一些 但是你跟國產車兩箱比較來講的話 大概大部分都差不多 這個市場它變動沒有這麼大 但是你就在市場的前5名進口車來看的話 排名卻有明顯的變化 你看當然第一名的話 一直只有Toyota 這都是不變的排名 但是第一名的Toyota 它2559輛 跟去年同期比 可是掉了40% 去年是4500輛 去年同期4500輛 現在掉了這麼多 所以你看看出來 因為它也賣的差不多了 而且它整個一個調控 最主要跟我們講的 REV4它的銷售量掉下來 只有到1900輛 不到2000輛 而至於馬自達 過去馬自達 向來在第二名位置 應該是賓士 怎麼是馬自達跳上來 對 突然跳上來 突然跳上來 過去在四名五名這樣子的區間 這是因為它的整體表現 包括像它的CX5 CX30整體的表現都還蠻不錯的 讓它整個市場的表現 在最後一個月表現突出 而在其他像賓士 它在這邊20083輛 市場跟去年同期比 事實上沒掉太多 但是因為它整個的一個 它的車子有些是 交車訂車還沒來得到 沒交 就是有時候幾個月交一次 對 船還沒到 或者是有些車子 延遲等等的 所以賓士在這裡 排名反而往下掉了一個 第四名的BMW 它跟去年反而還是成長的 去年不到2000輛 今年在最後一個月 它衝到2000輛 這是無編排名 市裡面唯一 這個排名跟去年同期一樣 至於特斯拉 特斯拉這就有趣了 特斯拉在這1200輛裡面 它跳到了第五名 它在去年的時候 大概是第七名 第七名 第七名也跟這個數字差不多 是1100多輛 可是它關鍵去靠誰呢 靠Model 3的 Model 3就佔了800多輛 其實在這個數字裡面 有趣的是 我們在這好像沒有看到 Lexus 對不對 真的 他被擠出去 過去應該是 Toyota 賓士 Lexus 對不對 Lexus今年 在這個12月的時候 它掉到了第七名 可是因為它整個市場 它掉到了第七名 可是掉到第七名 對它來講 它事實上 它因為整年的 2020年的銷售目標 不僅達到 而且還超出一點 事實上它也做了一個 12月也做了一個煞車 把這個數量調控到 1月我來再來銷售 至於 Tesla 在這個第六名之下 是Suzuki Suzuki其實跟Tesla 其實這兩個是有點有趣的 因為Suzuki 其實在整個總量來看 它是1300輛 但是扣掉 因為它Carry 它裡面有259輛 是Carry的車型 就是商用車 把它扣掉的話 就掉到第六名 只要把它Carry放進來的話 它B5名 Tesla就變成第六名去了 還有你看我們可以看一下 在整個國產跟進口的 這些總掛牌數的比例 對不對 因為在12月的時候 我們也看到 雖然說大家國產車都做了一些煞車 但是有些還在衝刺 比如說有些新款車 像你看Carra Close Kuga CRB的衝量 所以把國產車 在最後一月的衝量給它衝起來 然後而且整批的數量 包括Carra Close 一年下來帶出的一萬兩千多輛的數量 所以把整個國產車在這個 試占率 對 試占率給帶起來了 是的 對 所以你看 這整個表現都是有它的一個 它的美感在那邊 真的 以往被進口車壓著打的國產車 終於在這個12月份 你看那個比例整個改變 好像11月份也是這樣 終於一吐怨氣了 也是因為Carra Close的加入 上個月11月份的時候 Carra Close掛出5319台 可以說是有史以來賣最好的SUV 但是雖然在12月份 它稍微掉下來 只賣3000多台 但是這個數字還是很嚇人的 我們來看一下Toyota這個品牌裡面 他們的銷售掛牌數據 其實我覺得 這個成也Carra Close 敗也Carra 為什麼 其實這台車一出來的時候 大家會想說它到底是打誰 其實我跟你講它是 自己人也打外面也打 是一個很強的產品 但是我們會說它在去年的11月的時候 掛出一個破紀錄的一個單月掛車 單一車款掛車的排數 大家都嚇一跳說它怎麼來的那麼強 我跟你講其實就是在它發表之前 它的預接單 對預接單它要消化的時候就代表什麼 它整個產線全部調整 就是說你看我記得我們去參觀工廠的時候 20台TNGA的生產線上 兩台車在混線的時候 20台的Carra Cross配一台 這個Artist 你可以看到那個 對為什麼呢 就是要先趕這11月要交的這些車 所以基本上它產量出來了 但是我們會看到 以口罩來說 我說是不是就是打到自己家人 為什麼 因為大家對於Carra Cross跟RA4來說的話 它第一價格帶有一點點重疊 大概一個又進口對不對 這時候 你說它的價格帶跟RA4跟Artist 其實這三台車都是重疊 但是因為以車型來說 它跟RA4是比較接近對不對 那時候就會造成一些混淆 但是如果我們把這張圖移到這邊的時候 就一目瞭然了 為什麼呢 其實我們來看 這個CUV這兩台都是台灣 去年非常銷售非常好的CUV 尤其像是Honda的HRV 它就是Honda現在就剩兩條腿而已 一台就是CRV一台是HRV 但是我們剛剛也看到 在上個月12月的時候 為什麼CRV可以讓羅哥請雞排 一樣生產線的調配的時候 這個HRV稍微緩一點 踩一點煞車 全力去充CRV 為什麼呢 因為CRV有推出一些優惠 這個優惠也造成了很多的訂單 你要消化 尤其這種訂單不消化的話 這種訂單很容易跑 為什麼 它叫做一級戰區 百萬修旅 所以HRV這算是什麼 CUV算是二級戰區 所以他就說稍微我先衝我的老大哥 這個領頭羊一定要出去 所以HRV稍稍的好像有一點掉下來 對不對 但是KIX它是 應該是說你上的這個 當家的神主牌 對神主牌 因為它的銷量一直都很好 而且每次都破千 所以你注意看 反而它在月份來說 你可以看到 它是成長 它就說因為我是神主牌 然後我沒有這些其他的市場因素影響 所以我就等量的我就一直生產 但是記住12月通常都會煞車的原因 稍微少一點 為什麼呢 是因為怕我車做出來賣不掉的話 我會變跨年份對不對 對 但是KIX不怕 因為我有訂單 所以你注意看 反而這一個12月的時候 它的銷量是稍微比較高 跟其他不一樣 那Kawakos當然就是說 我第一波衝出去之後的話 我剩下的車還是要繼續生產 因為它所有的量有起來 所以我們再回到這邊說 它到底影響了什麼 第一 Rawful我們剛剛有說 它是進口車 進口車的時候 為什麼在12月的時候 Rawful掉下來 就是剛剛艾達有說 其實全球疫情在後半年的時候 其他國家經濟復甦了 對不對 所以他就開始 以前你要等的我就都給你 以前疫情的時候大家不買車 大家不買車 只有台灣買 那都給你 這個好朋友 結果現在沒有 別人也要了 所以就稍微有一點減低了 對不對 當然對於TNGA的生產線來說 它一定要去調適 但是你會發現 全部在12月的時候 其實都是剎車的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發生了一件事情就是 我根本現在這台車 不再怕不怕跨年 現在你走進Toyota的展間 你問所有的 他就說其實我跟你講我不缺業績 我現在缺車 為什麼 因為他現在生產量想辦法是控制一下 不要讓他這麼快的出來 然後在1月的時候開始還在排隊交車 如果一家經銷商這樣講 我覺得他是唬爛的 結果2家3家都這樣 為什麼 12月的時候我才帶我一個朋友去買車 這家說乃哥大概要1月底交 1月底都快過年了你知道嗎 我就說那換一個 因為1月底要交車的人太多 可能會有漏失掉 我會建議大家都在比較前面一點 不要搶在 融逆連錢那個時候交車 因為業務員太忙了 服務不會很好 所以我說有沒有找了交的 找了第二家 第三家經銷商的時候才說 還可以擠到1月初交 原因是什麼 他說根本沒有車 你現在看到的都是什麼 我混線都是出來的東西 我幾乎都是交出去了 對來不及 你現在訂的都是壓到後面去了 所以他在這個時候 12月是有踩煞車去調整產線 跟11月的福特一樣 他那時候有停了大概一個禮拜的時間 你在缺車的狀況為什麼要停工 他是為了要做一個調整他的產線 你看他一調整 他停了一個禮拜 但是他產能提升了50% 所以12月的時候 你看庫嘎可以交到1900台 調整之後我可以交到1900台之後 但是現在我是缺料 我調整了之後 我可以做很多的東西 但是我現在缺料 所以就會有這樣的問題 所以就是說整體來看 他一定都有他的一個計畫存在 那目前來說 Toyota到現在1月 你這些車其實都是缺車 那Yaris你可以看到掛牌數好像在減少 沒有你看在這一個等級 這個等級的車掛1000多台 你看他其他的同級競爭對手 是掛什麼樣的數字 你就知道他不是小老弟 他是一台什麼 一個車廠 就是說你是入門車種 之後他下一台會是什麼 就是這些 就是這些老大哥 所以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一個戰略車款 是在對於台灣 首購的一個市場 所以你看到這數字 掉了5.5% 啊 錯了 你看看他的同級對手 你再看看這個數字 多少人會掉眼淚 對手 你再看看這個數字